然后再来就是谈到这个 相持的时候要怎么打 相持的时候 什么是相持呢 就是说对方的来的球质量还是不错 我方虽然没有上市平衡 但是我们打回去的球的 这个阶级的球的质量 也不是很好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呢 首先还是打低球 然后打得比较远的对方的这个人 把球打胜 因为你的攻击性不够 所以不要打他的往前人 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说 相持的时候 这个我方要先讲好 你要攻击哪一个人 譬如说你认为对方往前人 譬如说红的三号是比较弱的 当他们如果双上网的时候呢 你要跟你的伙伴讲好 你就是你阶级的时候就往这个三号的这边打 然后打低球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伙伴已经知道你会往三号这边打 所以当他看你要打那个球师阶级的时候 他就早知道往上跑了 那你也可以 你知道你的伙伴要上来 所以你可以往左边移动 然后你的伙伴呢 也跑到这个 到这个二区来 造成二打一的局面 这就是相持球的打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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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